动物之间的感情有多纯粹 这是公马第一次见到母马的景象 被主人牵着也无法安耐内心的兴奋 快步向前方跑去 整脱开缰绳的公马反应那样了 对着母马闻来闻去 似乎是在挑选自己心意的味道 众所周知 动物的嗅觉灵敏 马儿就是靠这种方式来挑选配偶的 镜头将这有趣的一幕记录下来 没想到马儿的求爱方式如此纯粹 而在这边农场内 公马和母马被关在一起 受到空间的限制 公马不得不和母马近距离接触 双方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改变间 母马的尾巴高高翘起 似乎是在向公马发出什么信号 面对这种状况 公马不自觉地跟在母马身边 画面一度变得暧昧起来 公马兴奋地朝天尝吼 看来 他也是在期待着什么 马儿的感情就是这么纯粹 农场主为了撮合他们之间的关系 通常会把他们关在同一座农场内 正所谓日久生情 在特定的时期 急速分泌再加上人类撮好 马儿不知不觉就有了心仪的另一半 这样的场面不美有些新奇 原来动物就是这样求爱的